近日,欧洲致名的媒体天空体育评选出新赛季中差联赛的最强阵容。 这份名单评出的这个最强阵容,可能会和中国球迷们的看法略有不同。 中超随着季为基本的进入,吸引了大批世界顶级球星的加盟,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。 2019赛季,虽然则学出台湾四大帽,以及赛季开始前一系列被寻常的转会运营反感。 但是对各交界内部的投资兴趣影响并不大。 最等型的就是哈尼西克、东贝兰,自然云三大中场的加盟。 而在外媒体选的中超新校级最交阵容里面,塔里斯卡被推上中锋的位置。 虽然他完全胜任,但是塔里斯卡最有威胁的还是在前弯日制的后排差上。 而且中超的正台中锋配兰、帕托等更合适。 两边胡乃克、卡拉斯科问题不大。 中产四人哈尼西克、保里尼奥、奥斯卡都是中超连级。 拉里雷斯虽然很强,但是胜赛季毕竟胜场机会不多。 三队兰、奥古斯托、三南银都完全可以竞争这个位置。 由于东出各队位员中,很少有后卫。 所以三后卫中有两位中国球员,马西西拉莫尔军又老大。 不过王瞳和李学鹏并人意外。 虽然王瞳和李学鹏,作为如今本土左翼跟后卫的代表人物,确实实力不足。 但平行而用他们的能力水准,还能以达到A跟5棒颜色的准备标准个人看法,应该有吉尔、张铃鹏的预袭之地。 能像营救灵之力不大。 那么这套阵容,如果去PC甲或英超会保极成功吗? 这个阵容最大的问题,就是均衡性太差。 有点类似当今的阿甘平队,也就是投证小青的厉害。 三条线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的感觉。 这个三、四、三阵循如果从中前场两条线来看,但还算说得过去。 毕竟胡乃克、奥斯卡、保利尼奥都曾是巴西前国角。 塔利斯卡、拉米雷斯,也都是效力过欧洲豪门球队。 三上比利十三红国角塔拉斯科,以及麦雷斯传奇的斯莉华克国角科米西克。 这七人的组合战力,应该还算强劲。 有功由首流组织。 搭配文文在西甲,还是文超应该可以排在中文。 但是王瞳和李徐鹏,更是无法适应西甲文超的高强度比赛节奏。 李徐鹏在国内顶级,在欧洲恐怕连普通人像都算不上。 所以这条防线连向局队都介入。 并且这人还是中攻军手的343。 个人认为这个阵容也就是保级的水平。